美国佛罗里达中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4月18日做出一项裁决 推翻由美国CDC发布在公共交通系统实施的口罩令 理由是发布口罩令超出CDC的职权 而且没有遵守适当规则制定程序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表示 联邦政府对这一裁决感到失望 同时呼吁人们使用公共交通系统时戴口罩 CDC此前表示 目前正密切监控BA2亚型毒株的传播情况 该毒株感染病例已占美国近日新增病例的85%以上 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数据 截至18日晚间 美国累计新冠确诊病例数超过8068万例 累计死亡病例数超过98.8万例 据FOX11LA4月19日的报道 警方表示 TikTok上最新兴起了一个名为Orbeats Challenge的挑战游戏 正在呈现亨廷顿海滩引发越来越严重的问题 这一挑战鼓励人们使用被称为凝胶喷射器或凝胶球枪的射弹射击器进行飞车射击 警方表示在某些案例中 这些装满水的凝胶猪还经过了冷冻处理 以加强其射击效果 今年他们已经接到多个市民的报警电话 称被水弹枪击中 本月至少有一名未成年人因使用这种枪射击另一名未成年人的面部和身体而涉嫌袭击轻罪被传讯 而这种挑战也可能引发恐慌 从远处看 这种枪也会被误认为是真枪 有些人还把这些玩具枪涂上颜色 让它们看起来像真枪 亨廷顿海滩警方说 他们正在打击此类事件 如果造成人身伤害或私人财产损害 可能会导致轻罪或重罪 刑事指控和民事诉讼 特斯拉CEO埃隆马斯克4月19日表示 愿意投入100亿至150亿美元的自有现金来竞购推特 并计划在10天左右的时间内对推特发起收购邀约 马斯克以利用摩根士丹利通过传统的杠杆收购方式 对推特再融资100亿美元 在收购推特问题上 马斯克似乎无法获得私募股权公司的帮助 对于马斯克的私有化邀约 目前推特已经启动了读碗计划 以抵御马斯克发起的这场430亿美元的敌意并购 阿富汗舍都喀布尔西部4月19日发生两起爆炸袭击 造成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消息人士指出爆炸袭击的目标是两所学校 目前尚无组织宣称负责 两个星期前 喀布尔也曾发生爆炸事件 造成一人死亡 六十人受伤 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副局长吴良友 4月19日表示 3月1日至4月18日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累计报告本土感染者497214例 波及除西藏外的所有省份 近一段时间全国疫情形势呈现逐渐企稳态势 但地区之间交叉输入影响明显 各地动态清零的任务十分艰巨 上海市近日疫情仍处于高位 社区传播风险仍然较高 防控形势依然严峻 河北、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福建、辽宁等省 疫情总体趋于平稳 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介绍 动态清零虽然不追求零感染 但是要消灭疫情必须打断传播链 没有新的感染发生 动态清零是以最小的社会成本 获得最大的社会效果 是中国新冠防控的最佳选择